平常的手段 封印的手段 在连事前中 泪纸洞 而且是一样的 有点准备 这些是一样的 有点准备 铁笔也一样 有一点准备 有点准备 你这个左手是拿来控制 用这个 你刀到哪里 你千万不要到这里了 你们都会很会忘记 就一直这样掉下去了 它不行 应该把它 把你的左手放在那边 好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这样知道了吗 要注意哦 我们要非常 我们要很快乐很轻松的 来怎么样来做你的做品 所以呢 刚刚老师讲的这些步骤 你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哦 很多Q版的那个猫躲鹰 或者是鸟啊 或者是什么 热的 对啊 我们先要 因为它是Q版的话 它它大致上就是外 就是你把它的那个 那个形状 然后呢 你要慢慢修饰它的话 那就靠你 时间允许的话 你会慢慢再修饰它 你没有弄好 你等一下你雕出来 你把牌会比较辛苦 好 老师我好了 不要太多 你不要太多 你去看看你的那边 这样子 轻轻 你不要这样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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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样子 这个手 这样子 你从你 你觉得 你眩眼的地方 就开始这样 我先不要比较 弯一弯 好 不要太 不要离它太远 你放在这里 你的食指 因为这样 你比较好去推 推它 哦 不会受伤 这个不会受伤 所以你要 那个力道 你才会比较抓得挺 很好 来 来 这样可以吗 这个就不要去做 一条帮助 直接 功力要有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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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 有 要多办 因为你一挖生 它就会一直生下去 就会不会来 继续生下去 欸 今天是不是妳要換一個 什麼電子 電子 嗯 哇~~ 超 我怎麼都記得 可是妳不記得 借我一下